总统三英文南下高雄新法港 出席国家传谋实验室动土典礼 第一桥开地平安动土顺利 国家传谋实验室被视为浅见国造最后一礼路 启用后将能借由精准且先进的技术 提供完整又高品质的传谋实验服务 补足我国传谋实验缺口 预计2027年就能完工 完工之后将能补足这些不足 解决台湾新式船舰 会由国外协助测试所造成的生产 吸尘未定资安问题的风险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也让我们将最关键的船舰试验工作 留在台湾 更向世界宣示 我们全力发展国舰国造的决心 可造出湿海拖浪 这是船舶在真实海空下的反应 特别打造奈海性能跟回旋壁两个水槽 满足船舶的运动性能测试需求 台湾首艘国造前舰海坤号 今年初亮相 进行一连串的海上测试 未来国家船舶实验室的完工 将能强化造船产业核心竞争力 更能成为国防自主的关键基石 美式经文学家想要高雄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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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